浴室 就是要脫完衣服 就直接就是去洗澡 要洗澡之後脫下來 隨手往裡面丟就好了 如果你老公說要跟你離婚 我會在他那邊幫他說話 因為這會讓家人心情很美好 請問你衣櫃裡面 我還會介紹律師給他 衣櫃下方疊成這樣子 已經長達多久了 就大概那邊衣服就是 沒動過 從婚後就一直在累積中嗎 沒有 其實他也有整齊過 什麼誰造成他整齊 就是換季的時候 他也整齊過 有一陣子上通告 他們就需要拿家裡的東西 就是去拍賣 然後我就變成一個禮拜的通告 我就每天都會帶 不同的購物帶出去 然後回來大概一個禮拜 就大概六七袋就在地上 對 就是這樣子 就是地上就會有一堆一堆這樣子 妳現在沒有生氣過 有啦 就是他真的念得很誇張的時候 然後妳就要做 對 或者是 就是我也快要受不了 我自己的時候 或者是走路已經沒有 沒有地方可以走了 對 我覺得妳老公應該不是選手 而是修行人之類的那種 是太誇張 難怪剛剛雅翔妳說 Mountain妳家好乾淨 我想說很髒啊 為什麼會乾淨 但是 原來是妳她也太髒了 所以連妳都秀不了是不是 對啊 因為我自己看自己家 有覺得好像真的有點亂 就是 好乾淨喔 很乾淨啊 我覺得挺亂的耶 很乾淨 哪有那個桌子那麼多東西 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的髒是藏在看不見的 像地毯裡面有很多塵埃啊 這些東西 這算OK啦 我應該很久沒換得到 妳憑什麼講我啊 可是結了婚 結了婚的家庭 不是會有一些三 就是親戚他們會常常看到 就會講話說 怎麼妳這個太太 懶媳婦啊 就是 沒有這種壓力嗎 我覺得是我老公就是 就硬逼我婆婆 他都覺得他這種 因為看到剛剛那個衣櫃的話 誰敢把小孩 妳認為妳會把小孩帶好嗎 沒辦法跟這種人相處 可是我小孩是長得非常健康啊 OK啦 有... 這個說法聽過 因為以前老人家常常就說 他吃屎還不是長到這麼大 就是 有什麼好擔心的 所以... 所以妳也...小孩有沒有什麼鹹啊 那些有的... 沒有 她非常的乾淨 她只是... 會不會常常是喝酸的奶 就是奶都已經放一些放圓圓 她只是喔 我真的很沒有辦法理解說 我是妳媽媽為什麼妳都不要跟我睡 她說我婆婆有一天她真的受不了 她就說 妳知道妳女兒為什麼都不要跟你睡嗎 因為呢 她也是睡妳房間 然後她就是半夜就跑到我婆婆的房間 就說 然後她說還有蟑螂會跑來嚇我 我想說 有嗎 我怎麼都沒有發現過這樣子 然後我婆婆說真的 妳要整理那一堆 那個我常常看到蟑螂蟑螂 妳是把眼睛拿掉以後 妳就看不見了對不對 就是蟑螂飛來飛去的 沒有 可是妳知道我現在 我床頭一定會放一杯水 然後半夜尿完尿 我就會順便喝一口 然後妳知道我喝那杯水 因為我有一次就喝完之後嘛 然後就已經喝了一半 隔天早上起床 就要把水拿去換 然後一看 而且我幾乎連續三天 都是遇到有那個小蟑螂在裡面 同一個人嗎 同一隻嗎 不是 同一隻 確定我沒有跟他交談 不是 妳知道嗎 家裡只要有一隻蟑螂 其實看不到的地方 大概會有一百隻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我都會坐在床上吃海苔 真的 有時候會掉下來一些 可是因為我們的床單也是黑的 我就看不見人家說 好像沒怎樣 就等於是很多蟑螂 都會埋伏在我的抽屜裡面 對 有什麼資格罵秀琴 可是我肉眼看得近的地方 我一定都是乾乾淨淨 這邊誰最厲害 這個人嗎 他一定很厲害 很惠哲嗎 他一定很厲害 他是超級大潔癖的人 妳會比剛才那幾個人厲害嗎 但要需要時間 沒關係啊 就照妳的規矩來 對 所以他是亂的嘛 對不對 他家是樣品 好 來 請 你可以 你是刻意笑的嗎 等一下 我覺得剛才 鍾馨寧推崇 他最會折 郭欣可能有不高興 沒關係 我待會兒先看看 因為郭欣上次說 他跟他步的生活 他就在折衣服 對 不然T恤讓你折好不好 好 沒… 我覺得這個畫面 應該是郭欣從後面抱著建民哥 然後折著身手 對 然後我穿的衣服 我們後面是樓空的 好 你那個唯一 我到後面開始看不到的 不是 你不是要來抱他就好嗎 你要從後面樓空嗎 人家多賢客這樣 總拍啊 你真的抱了你 郭欣 建民哥 應該是你喜歡的類型對不對 還不錯 有一次我們在拍... 太幸福了 有一次我們在拍戲的時候 那時候我們在... 那個時候我們... 你去看類似 我來就好了啦 而且我... 那時候在拍人啊 間諜情深啊 然後那一天剛好 建民哥要請他 那天說你去看電視我還坐著 然後那天建民哥 剛好要請大家吃飯了 然後我很怕他忘記我 我就故意抱著房間門打開 然後把... 對著鏡子在那邊練拳擊有沒有 沒有 他有注意到你嗎 有 他找我去吃飯了 當下我還... 當下我還滿興奮的 好興奮耶 不是因為你常常做這些 出賣肉體的事情 好了 你折得很好耶 誇張了啦 你幹嘛幫明星 我也是幫鑽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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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鑽 一般就直接這樣下來 一般其實是應該要這樣子 對 要這樣折過來 我以為是這樣 不是應該這樣 沒有 會有折痕 你看 你們都一樣 正常是這樣子 你小囉嗦 因為這樣 因為你還要多留一點點 為什麼 有的衣櫃沒有那麼長 有抽履沒有那麼長 願聞奇向 然 現在 要變成要這樣子 人間的老汪 Duck 為什麼要那麼麻煩 然後這裡才可以稍微折回來一點 然後再對折 我不懂 這個稍微折懷的意義是什麼 對啊 沒有 你看 因為有的家裡面的櫃子 並沒有那麼長 因為你這樣子的話 你直接這樣子 我太太女人現在多大 你直接這樣子的話 有的抽屜放得下去 太長了 太長了 對 再長 再多一支 再專業一點的話 我買好一點的襯衫 都一定會跟她要盒子 幹嘛 所以我不穿的話 就把它折回去 然後把盒子 有照片 比較淺 那其實你的高跟鞋 也會放在心裡 沒有 我的高跟鞋都在我男朋友家 好 我們看他的 你看 那都有盒子 全部都襯衫的盒子 超厲害的 襯衫盒不會很佔地方嗎 這個都是襯衫的盒子 這全部都襯衫盒子 對不對 這樣很佔地方 還好啦 還好 因為衣服多 好 那接下來請 這是郭欽哲好的T恤 所以也是解說一下結構 妳跟我在一起這麼久 衣服摺這麼爛 不好意思喔 寶貝 妳先看喔 妳先看 妳先看 這樣子 好 妳出什麼問題 什麼問題 我摺彎妳就知道了 好 有那個 摺... 摺T恤是基本 T恤 憲平兄 如果T恤上有沾到一些頭髮 什麼的怎麼看 要用那個... 用那個滾輪把它黏掉 像黑的會不會看不出來 會...看得出來 會看到出來 學校這樣子 妳手好巧 人生好累 妳做家事的時候 好像對我很不耐煩的感覺 不會啊 妳在忙對不對 我愛做... 我很愛做 所以這個時候廚房 也在煮東西嗎 不會 我會弄完 有喔 奧運 真的耶 所以這邊需要忙嗎 要... 什麼事情啊 有奧運 妳比他好在哪裡 整齊多了 他都會有那種感覺 你們當然看不出來 哲政這樣對我們來說 是一種很恐怖的事情 憲平哥 我可以摸一下嗎 可以啊 可以摸 可以摸 不是 因為剛剛郭欽哲的感覺 他很厲害在哪裡 對啦 還有一些舊枝 公建名字面 OK 所以如果我去你家 我說 今天這樣好好看 然後拿起來看 然後就放下來 不行 可以... 你會... 我會把它折好放回去 你會當我的面 然後下次就不會 邀請你來我家了 主持人大高破壞 鍾錡林現場時空 你不會是把東西抖出來 不要這樣 好厲害 你從... 好厲害 你爸 對 王健銘會愛乾淨得罪很多人 因為今天髒鬼那一隊 有很多人要告他撞 所以不要他們去他家玩 好